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台中高工劉振興老師 本單元我們最主要來介紹素媒派的 GPIO 以及馬達的驅動方式 首先我們會先認識素媒派 GPIO 的控制方式 接下來我們將會介紹馬達的驅動方式 我們這個單元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素媒派的 GPIO 的控制 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素媒派這40PIN的 GPIO 角位 然後它的一些定義 然後這張圖當然我們可以在素媒派的官方網站上面 就是底下這個網址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那 GPIO 的控制流程呢 首先我們要先引入 RPI.GPIO 這個函式庫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設定 GPIO 角位的一個模式 然後最後我們要把這個 GPIO 設定它為輸入或者是輸出的模式 然後它的語法就是像這樣子 我們使用 import RPI.GPIO 這裡的 GPIO 我寫成小寫 這只是我把它方便取名一個小名 就是它的別名 那下一步呢我們就會做一個 set mode 也就是說 GPIO 角位的定義的模式呢 就是我們採用的是 BCM 的一個模式 那最後呢我們要設定呢 這支角位呢它到底是 input 還是 output 那這裡呢這個 num 這個 number 呢 這個是代表是 GPIO 角位的一個數字一個代號 那後面 GPIO 點 out 這個地方就是代表說 我把它設定為輸出的模式 那如果輸入來講 我們就把它改為點 in 這樣就可以 那各位同學呢在這邊呢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發現到這裡呢 我們的 GPIO 有沒有後面的 GPIO 我們投送中就小寫 我們一律會以這個別名呢 作為它的一個名稱 那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GPIO 的控制 然後呢比如說我從這個數媒派呢 這個 GPIO 16 我們輸出一個訊號 然後我們來控制這個 LED 然後呢這個地方 LED 另外端 我們就把它接地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引入 RPI.GPIO 然後再引入一個時間 時間的函式 然後設定為 BCM 模式 然後把 16 這支角位呢設定為輸出 那 phio 2 就是一個無窮迴圈的意思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 output 然後就輸出一個 high 也就是輸出一個 high的訊號給 第16角位 就是 GPIO 16 的這個角位 然後 time.slip 1 就是它就會先休息1秒 那也就是說 維持高態的時間會是1秒鐘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把 GPIO 16 我們把它拉低到一個低態 然後一樣維持1秒鐘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看得到 這個 LED 呢它會亮1秒 熄滅1秒 然後這是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GPIO 的控制 那這裡呢我們再看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 我們把它取得別名叫 GPIO 那這一個程式裡面呢 所有的 GPIO 通通都必須以小寫的 GPIO 作為代號 那如果你取名呢 叫做 IO 兩個字 那你就全部都要把它改成叫 IO 那 GPIO 的基本控制呢 它的一個操作 請詳細我們的一個影片的操作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個 基本的 GPIO 的一個控制方式 我們以一顆 LED 來做一個代表 然後它會輸出 HIGH 跟 ROR 也就是亮1秒熄滅1秒 好 那在這一個章節裡面呢 我們要講的是馬達驅動 那左手邊呢 這是我們 L293D 的一個馬達的一個驅動 IC 那至於說它的詳細的動作原理呢 請看那個 詳細文老師的驅動電路設計篇 這裡面它有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那這裡呢 我們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在這個 L293D 呢 這一顆 IC 來講的話 它可以控制兩顆馬達 那它的控制呢 它分別由 Input 1 跟 Input 2 作為控制 那 Input 3 Input 4 呢 這個地方是可以控制第二顆馬達的 那我們先 它的動作其實都是一樣的啦 我們就以 Input 1 跟 Input 2 作為一個介紹 然後 那 Input 1 呢 當它 比如說我們 Input 1 給它 邏輯 1 然後 Input 2 給它邏輯 0 的一個訊號呢 這時候馬達它就呈現出正轉 然後呢 反過來 如果 Input 1 是 0 然後 Input 2 是 1 那馬達就會反轉 那如果我們給它的是 Input 1 跟 Input 2 都給的是邏輯 0 那馬達就會停止 那這個呢 是一個 L293D 呢 控制馬達最基本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呢 我們 底下這一個呢 我們就接到樹莓派 那我們的 Input 1 跟 Input 2 呢 我們分別接到 GPIO 20 跟 GPIO 21 的位置 然後馬達呢 我們就把它接到這一個 我們的 Output 1 2 的位置 那至於說在右手邊這一個電池 這個電池呢 最主要它是供應馬達的一個電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程式馬呢 一樣 前面的 I O 角位的定義呢 其實它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程式呢 比如說我這個 給這個 GPIO 20 我們給它 High 的訊號 然後 GPIO 21 給它 Low 的訊號 然後呢 再休息一下 5秒 那也就是它維持5秒鐘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 GPIO 20 給它 Low 然後 21 也給它 Low 這樣一個訊號 那我們一樣給它 5秒鐘這樣一個休息的時間 然後再反向 反過來 GPIO 20 給它 Low 然後 GPIO 21 給它 High 的訊號 一樣我們先做一個 中間我們都穿插一個 5秒鐘這樣子 就是 Hold 住5秒鐘的時間 然後呢 GPIO 20 21 都給它 Low 的訊號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這個程式呢 它的動作 我們會看到說 馬達它會正轉 然後維持5秒鐘 然後這邊會停止 然後停止5秒鐘 然後接下來它會反轉 反轉它會持續動作5秒鐘 然後接下來做一個停止 在這裡為什麼我們中間會穿插一個停止呢 各位同學呢 在這邊要注意一下 當馬達呢 你在正轉的時候 你不能立刻給它一個訊號叫它反轉 這樣子來講的話 馬達呢 它也很可能就會很容易就燒毀 所以說馬達驅動的一個實務操作的一個影片呢 請看我們的一個影片裡面的操作 好 那我們執行呢 這一個馬達的一個驅動 我們利用的是這一顆是L293D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馬達呢 它就不斷的正轉反轉 然後停止這之間交錯的一個運動 以上單元就是GPIO與馬達驅動 那如果各位同學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網路上留下你的問題 我將會在線上為各位同學做解答 嗯 這是一次的解答